谈了自己滤酒的心情 在喝多了的情况下还能够意识到酒后驾车的危害 看来不能酒驾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 毕竟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几天英国西约克郡利兹的一些街道上 垃圾堆成了山 恶臭难挡 来来往往的人都避之不及 垃圾之所以没人清理是因为环卫工人大功了 从2号起利兹的环卫工人就撂了挑子 工会代表德西雷解释说 把工的起因是因为政府可笑的男女薪酬平衡计划 这样的措施自然是要把男女职工双双得罪 其实不只是政环卫部门 各行各业中男女同工不同筹的现象在英国各地都很普遍 有统计数据显示在英格兰的西萨莫塞特 女性工资比男性要少52% 在苏格兰的舍德兰群岛和威尔士登比郡 这个数字是31% 北二兰的情况稍微好一些 女性工资比男性低10%左右 总体而言全职工人当中 女性工资的水平平均低于男性大约17% 女性权益组织福西特工会联合权英最大的工会之一 公共服务业工会对100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大约一半男性受访者和三分之一的女性受访者 并没有意识到在英国男女工资差异的严重程度 不过大家都表示要求雇主召开薪金听证 一旦发现性别歧视现象 要马上采取措施 其实早在1975年 英国就颁布了公平工资法案 不过一直没有实际的效果 而女性职工提起薪酬诉讼 也是漫长的等待 来自坎布里亚郡的护工罗宾逊说 为了让政府点头同意发放同等薪酬 他们等了六七年的时间 米酒是韩国的传统酒类 深受韩国人的喜爱 甚至在外交活动当中也是随处可见 为了把它推向国际市场 韩国人决定要改进米酒 好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它 为了推广米酒 韩国第二大航空公司韩亚航空 把米酒列入了国际航线上的饮料单 在首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韩国总统李明博 还以米酒与日本首相旧山游记夫 共同纸杯 在首尔的繁华地带 还有一家以米酒为主题的酒吧 在这里米酒被调制成五颜六色的鸡尾酒 老板还突发奇想 用咖啡豆柠檬草再加上米酒 混合成奶昔饮料 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 特地为了遁耀的年轻人 为了遁耀的运动